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0毫克以及160毫克 同样都含有动物致癌性原料 要求全台的药局和医疗机构 要在一个月之内全数下架 蓝色包装清楚写着高血压 心衰竭等患者试用 不过食药署抽验却发现 由建雅公司生产的压稳摩依定80毫克及160毫克 原料中检出动物致癌性成分N-雅消基二乙安 一共8.1万盒228万例药品将全数下架回收 欧盟发现一家印度药厂所生产的降血压原料药内含有致癌疑率的成分 启动全球下架行动 而这款问题原料药全台只有建雅生物科技公司进口使用 才会导致两款药品出包 不过11月初同样由建雅生产的平鸭妥膜一定300毫克也遭食药署下架 事隔不到一个月又爆发同样问题 检验过程是否出现漏洞 这个不存物N-D-E-A是制程中未预期所产生的 也因此食药署自7月起已经陆续针对国内沙特类药品进行清查 一旦发现有不存物就会要求药品立即下架回收 由于这两款药品市占率不到2% 食药署表示应不至于导致全面性缺药问题 但也提醒由于高血压属于需要定期服药控制的疾病 不吃比吃的风险还高 因此正在使用该药品的患者不建议任意停药 在回诊时和医生讨论后再改用其他药品 记者综合报道 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引发了国际奥会高度的重视 在第十在十六号第三度发函 表示不会干预台湾的公投程序 但是也同时提醒中华奥会和体育署 不要做出破坏1981年洛桑协议的举动 以外力干涉体育 否则有可能会被终止或撤回对于该国奥会承认的可能 国际奥会十六号第三度发函给中华奥会表达对冬奥证明关心 和前两次不同的是这回首度署名给体育署长高俊雄 信函中先说不会干涉选举程序 命提到国际奥会执委会五月会议中决定 不合准任何中华奥会的名称变更 又指出如果对中华奥会过当施压 违反1981年洛桑协议 那将使中华奥会面临保护性措施 包含终止或撤回对该国奥会的承认 他们尊重任何民主的程序 国家奥会的名称的决定的权力管辖权是在国际奥会的执委会 不是由我们这些NOC自己片面可以决定的 国际奥会第三度来含提醒 发起公投案的东奥证明小组认为 所有协议都有在意的空间 一切合法 至于台湾选手参赛权 这名小组表示不会受影响 但中华奥会指出 以独立运动员或难民队 得经由国际奥会认定给予少数名额 但如果连会籍都没有 资格赛也无法出席 我们最多就是用独立运动员的方式参赛 历来奥运选手实际上的后勤资源 是由政府在负责的 根本不是中华奥会 拿到参赛资格的选手 他们能不能够参赛 也是还要由国际运动总会 以及国际奥会认定 针对国际奥会来函 体育署长高俊雄19号没有对外说明 由国际及两岸运动组重申政府立场 各国家奥会是拥有他们的独立性 以及自主权的 依法来办理公投 仍需遵守国际奥会的相关规定 体日署强调 以保障中华奥会会集和选手权益 为优先考量 对公投目前不预设结果立场 而这个月月底 国际奥会将在日本召开执委会 届时是否会再度讨论到证明议题 目前无从得知 国际奥会已经三度发函 关心东京奥运证明公投 并且预警可能会面临停权的后果 包括了奥运双金举重女将许书靖 以及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都打破了沉默 号召选手与粉丝们 一起来捍卫运运动员的出赛权 不过公投提案人纪正 呼吁中华奥会 不应该威胁选手表态 反对证明 大声高呼口号 东奥证明公投提案人纪正 下午亲自召开记者会 回应国际奥会十六号第三度发函关心 有关我政府对中华奥会过当施压 有可能面临停权的状况 纪正强调证明诉求符合奥林匹克 宪章与洛桑协议 所以不会有停权问题 有很多的国际媒体 那都一再的在强调 强调就是说我们的选手 不会因此而失去比赛的这个机会 那我要再再说一次 我真的非常难过 我们奥会的主席呢 竟然也协同这个中共的 这国台办呢 竟然去威胁我们的选手 呼吁中华奥会不要威胁选手表态 冬奥证明小组还强调 有许多现役运动员参与联署支持 只是希望不要公开 像是曾拿下去年台北世代运金牌的网球好手 庄级生就录了一段影片公开力挺 不过面对出赛权益可能受影响 许多选手也陆续打破沉默 奥运双金的举重女将许淑敬 就在脸书粉丝页转发中华奥会动态 表达支持反方立场 参加四届奥运的涉及女将林一军 也发表一篇长文呼吁把舞台留给运动员 台湾语求一哥周天成更录了一段影片 冬奥证明公投近来正防两方攻防 不断对国际奥会来函各有见解 但中华奥会和奥运人协会将在二十一号号召 国内体坛人士一同捍卫选手参赛资格 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遍 校园网路霸凌的状况也增加 教育部打算要修法 将网路霸凌正式列入校园霸凌防治 准则 想发一张同学囚照有没有可能对他造成伤害 越来越多学生热衷社群媒体 也使得校园网路霸凌状况增加 教育部也拟修改法规 将网路霸凌正式列入校园霸凌防治准则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 有五成以上台湾儿哨 每天使用网路的时间超过两小时 显示网路占据学生的生活时间颇长 而在检视2016年相关数据 有七成的受访儿哨 了解到网路霸凌的严重性 还有七成六的人有过相关经验 其中是以攻击谩骂最多 而且有超过五成的霸凌来自朋友 可能会觉得在实际生活上 他们被霸凌回到家 可能会持续在他们的社群网络里面 还是会被这样的同学持续的霸凌 那旁观孩子如果越能有正义感 会让霸凌者觉得他并没有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注意力或权利 而福联盟指出 以学生来说单纯的网路霸凌 比较不常发生 通常都涵盖在校园霸凌当中 但霸凌和被霸凌者毕竟是少数 建议除了要鼓励受害者勇敢检举之外 相关单位也可以研究 要如何鼓励旁观者勇敢发生 才可以遏止歪风 记得草原新线奇闻 特别报道